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理解到行使和活 或许我已经不再认识了 那就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童话 人生最大的悲哀的事情 不过于生理死别 由照西之来归 韩生阿温安息 我当韩孝就全 我父亲他年轻时候学做弦 当年我们家那个时候都是布弦 有两个师父三个徒弟 有五个人 那我变成小老板样子了 有点像忍上人的味道了 毛善祥 城里鞋店的小老板 1932年出生于江苏树阳 因为两个弟弟都幼年夭折 身为独子 从小就备受父母疼爱 抗战期间 家乡树阳由汪精卫的和平军管理 因此没有受到太多战火纷扰 但念小学时他始终有股抗日一事 王金卫不是日本扶植的贵德集团 但是他做的工作还是有利于中国人 我们还念中国的书 一个礼拜 那时候上六天课 只有一个小时是热语的 那日本人派教官来讲 我们不听 我们不愿意走王国楼 日本人就打 打架都不上学了 到现在为止 日本的话我还不会讲 抗战胜利后 随着国共内战爆发 毛善祥的家乡 很快就被共军占领接管 亲眼看见熟人 遭到共产党清算斗争 他的内心十分震撼 我乐死或者四五岁 看着他一个当委书记在上的叫 这个方某人他是在日本人的周口 他是不学老父亲 那当委书记说现在怎么办 好啊 杀了他 朝下灭口 哇这一种啊 老父亲吓死了 那个我小孩都发痘 共产党一想跑到家里 把老婆还是赶走 防止电火烧掉 我父亲一被斗争啊 就是把我父亲绑上台 说我父亲一看就不得了 说在这下面哪一天 斗争的把自己头都赶掉 家跟鞋垫都被共产党抄了 1947年 父亲带着15岁的毛善祥往南逃 母亲裹了小脚走不了 回娘家避祸 父子俩便一路从树阳 走到徐州再到棒部 逃难时所见的战争残酷 终生难忘 我离开我家啊 走了三个小时 那个共产党那个时候 跟国民党打仗啊 四红遍野啊 满地躺着僵尸 没人收的 从那个安徽崩部 再向南逃 逃了就是长江 长江啊是回南北 北边是这个共产党统治的 南边是国民党的 我离开家到长江过来 我就哭了 我爸爸说 说不定我们哪天回去 我说没有机会 那时候啊 我15岁啊 我就叫 没有机会再回 就很难过 我说这一表可能再回不去了 当时毛善祥年纪虽小 却已经感觉到 战乱终将耿在他与家乡之间 度过长江后 父亲将他拖给在镇江的老友 自己则加入了军队 在对方安排下 毛善祥后来也进入军中生活 父子两同样从军 却分属不同单位 命运就此分歧 因为把我交给这个谢排长以后 我父亲到另外一个单位当军区 还想有机会再回去 那大陆一败下来以后 就有得向南退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以后糟糕了 就断了线 1949年 随着国军节节败退 毛善祥所属的部队 一路从镇江车到上海浦东 再到舟山群岛 仓皇间他与父亲失去联系 战乱中各自保命已是不易 很混乱 谁也顾不掉谁了 能逃命的 能搭上船的都不得了 我记得在上海 好多人掉了个船上 掉到海其实延迟了 我记得我们的时候很可怜 也没什么营养 吃些面粉泡的汤 吐掉以后 那个胆子 绿色的胆子就吐出来 大概走一个礼拜船 才到了四郊山黄楼山 那我们下了地 大家先上沙滩上 这个命又活下来了 跟着军队 在舟山群岛 大陈岛辗转将近一年 终于在1950年撤来台湾 抵达基隆时 在码头看到热情群众 毛善祥百感交集 18岁的他 已经尝过了生死流离 我一到台湾来 既兴奋高兴 也难过 也很伤心 到台湾来找 这一辈子 没有机会再回大陆了 高兴在自己活着了 看到这个打仗 看到这个流亡 看到这个船 被炸 自己没有死掉 那高兴说 眼泪鼻涕都露出来 搞不清楚 抵台后 毛善祥不甘于 只当个小兵 她随影补习 上寒寿课程 25岁考进了 复兴刚正宫干校 但即便如此奋发向上 女友的父亲 仍然因为 她的军人身份而反对 历经了一段苦练 我太太也是我们江苏人 她是 她爸爸也是老兵 我们谈了三年多恋爱 两个人死下里 这个情定终身 但是我妖夫坚决反对 我们两个就跪着 妈妈领钱 一直到大概到一点钟吧 一晚一点钟 太太就倒下就瘫痪了 坚持你不答应 我们就不起来 但是有点别工的味道了 1962年 30岁的毛善祥 终于取得家人归 他自己也很争气 陆续考取了 国防部特考的文官资格 38岁退伍时 才得以进入行政院任职 一路苦读有成 也终于让岳父对他改观 看似圆满的人生 心中唯一的牵挂 便是在大陆失联的父母 在不断努力 透过香港朋友转性之下 1985年 毛善祥终于联络上家人 也是这时候才得知 当年同样从军的父亲 后来被共产党抓到 被迫劳改了19年 才遣返回乡 他说他回到乡间 老改19年 现在又回来 回来以后 店就被他抄家灭除 没有了 没有了以后 妈妈也生病过世了 就在生子入口 哪个棚子挂下来 更加休闲不险 母亲病逝 父亲贫苦 一家三口相隔近40年 在联系上 已经是阴阳两岸之隔 天各一方 因此 毛善祥格外珍惜 与父亲通信的机会 寄钱 寄照片 寄思念 一封封家书 写着老父亲最大的念想 便是盼着有朝一日 能见到最爱的儿子 以及三个孙儿 1987年 两岸开放探亲 本来是 翘首以盼的机会 毛善祥 却因为在行政院任职 身份敏感 无法回乡 于是 他打算将父亲 接来台湾 出国先做健康证明 他一斤茶糟糕了 喝酒太多了 干了 到第三期了 走不了了 他不能走了 他只有 在大路上办后事了 这样 说他以后就 写一份遗书给我 说父子不能见面了 如果理解到行事和活 或许我已经不再认识了 那就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支通话 人生最大的悲哀的事情 不过于神里是别 何况我父子 宿舍里没有见面呢 阿经有相见有望 何早不信 更为伤心 当然 你我父子为人一见 是我一生的遗憾 由照西之来归 喊生阿温安息 我当喊孝就全意 从父亲检查住院到离世 前后不过二十一天 一九九一年 随着政策渐渐开放 毛善祥终于踏上故土 他将两老牵葬到一处 让孙儿继扫 这便是一家的团聚了 我前后回去试一试 花了很多钱 那钱是身外之物 我求得一个心安 教我自己 好好的生活下去就好了 不要管他这个事情 你也结婚 太太也很好 有儿与女 你过得很幸福 这一辈子在他来讲 没有什么遗憾 在我来讲是遗憾的 虽然与父母离散 是一生的遗憾 但毛善祥从不后悔来台湾 呼吸自由的空气 平安地把日子过好 正是他与父亲最后的约定 我认为这个地方 起码我可以大声讲话 我可以直接呼吸攻击 我可以决定我今天做什么 不做什么 这很自由 我的心愿的话 就是没有屈服我的自由意志 这是很安慰的 感谢观看